今天要帶大家了解的這款遊戲 不論戲裡戲外都非常傳奇 戲裡他的故事劇情非常離奇 但又足夠實用 戲外他在韓國禁止被上架 接下來就好好的帶大家看一下 這款下色四葉草又是什麼程度的高手 先帶大家了解一下故事劇情 主角在家派遣公司上班 各方面的業務能力都很優秀 外表也很懂得打理 理論上應該能夠在業界混出一番名堂 但主角接下來就收到這個月的 不知道第幾次投訴 說是去騷擾工作現場的其他職員 實際上主角什麼也沒做 他只是安分守己的完成了自己的職務 真正害他被其他員工投訴的原因 就是因為主角的小主角實在大得太誇張 就算挑大兩號的褲子來穿 依然可以看到十分雄壯威武的起伏 就好像一片汪洋中噴發而出的火山島 而且這座火山還處於活躍狀態當中 不只是女性同僚會投訴主角 有一個身高跟體型比主角大兩倍的男性同僚 也曾經因為跟主角擦身而過 跑去檢舉主角 會變成這個樣子也不是主角自願了 況且他真的很需要現在這份工作 朝九晚五想勞健保跟週休二日 假日不用隨時掌扣 加班的話薪水已三倍計算 同時會將加班的時數轉換成同等的假期 在現在這個市勞基法幾乎於無誤的時代 能找到一間如此良心的公司實在太難能可貴了 這家公司除了待遇堪成天使投資人之外 主角曾欠下幾千萬的債款 是公司替一時籌不出錢的主角擋下債務 每個月只跟主角拿一半的薪水來還債 要不是有這家公司 主角現在應該在緬甸或是柬埔寨的手術台上了 主角的直屬喪失 禁止很清楚主角的情況 所以幫主角徵求到了特別的機會 這份工作對家政能力有非常高的要求 其實就是要當管家的意思 並且還要住在工作現場一段時間 即便薪水可關 但需要前往鄉下 而且這次的雇主是公司會長的親屬 不小心搞砸的話後果將不堪設想 所以一直等不到願意挑戰他的勇士 而我們的主角剛好對家政有12萬分的頂級理解 眼下也實在沒有更好的選擇 不如就狠狠的給他賭一把 不管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主角決定讓他發生 隔天一早 主角帶著破釜沉舟的決心 來到了約定好的工作地點 開門迎接主角的卻是身穿修女套裝 長相身材都堪稱頂級的三位女性 主角馬上為自己的疑問發言 三位女師主來我雇主的家裡 請問是要幫她受洗還是禱告呢 原來這三位正是我們的女主角們 她們就是主角真正的僱主 從幼稚左分別是大姐鄉城 二姐林乃和三妹的哪 三姐妹接下來要前往附近的教堂 在那邊陪當地的長輩聊天 所以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OK 那主角的疑問更多了 主角的身心理性別都是男性 不是生理性別對地攻擊機 心理性別超市購物袋 接下來要是發生一些戀愛喜劇特有的劇 這樣真的沒問題嗎? 不得不說這樣的套路真的非常經典 如果大家想體驗看看不同的套路的話 這部《失眠的羊與孤獨的狼》推薦給大家 主角是一位獨立工作者 在燈紅酒綠的歌舞祭亭走跳 工作內容是專門幫有需要的人停止呼吸 因為自己的技術真的過硬 在業界中廣受客戶的信賴 同時主角還有嚴重的失眠症狀 有時候可能會長達兩個月的時間都睡不著 主角之刃十分膽小 哪怕是擦肩而過的路人 都會觸發主角的敏感神經 生怕下一秒就被路人無情放倒 什麼安眠藥都對主角沒用 真正能讓主角享受短暫安寧的 只有工作結束後 主角體驗到自己有能力終結別人性命的事實 某一天發生了一起案件 在家旅館裡發生了慘不忍睹的凶案 被害者的內容物都從身體裡面跑出來了 這起案件背後牽扯到了當地的黑幫集團 這個集團剛好也就是主角的委託人 黑幫集團的老大希望主角能找出兇手 根據線索 兇手是一名叫做忌的女性 究竟主角和忌後續會發展出什麼樣的故事呢 歡迎大家點擊相關連結 將失眠的羊與孤獨的狼加入願望清單 以便獲得發售日息等相關資訊喔 負責發行本作的是我們的老朋友 Xilavune Xilavune旗下還有多款好康遊戲 像是錢不良人妻儲子 報Xilavune的官網上點擊獲得額外內容 就能下載補丁 將遊戲解鎖為完全形態喔 Xilavune之後也會推出更多相關題材的遊戲 大家可以好好的關注一下 為了表示誠意 Xilavune這次舉辦的抽獎活動 一樣點擊下方連結就能參加囉 我們會抽出四面的羊與孤獨的狼 遊戲本體和外傳共一份 趕快點擊連結去一探究竟吧 之前主角的主管已經有和三姐妹知會過了 他們覺得這次的人選沒問題 才讓主管把主角送來這邊 連房間都已經準備好了 主角又是再有問題的話 可不要怪鄉承狠狠提高主角的薪水 在盡前的影響力之下 主角是無力的 只好默默的把行李安頓進自己的房間 至此我們與四位女主角的歡樂生活 終於正式開始了 你說不是三姐妹嗎? 哪來的第四位女主角 不要忘記我們的好上司鏡子 因為這次的工作真的事關重大 對主角感到不放心的鏡子 在主角的工作地點附近 租了一棟三層的房 把一樓變成了一家雜貨店 除了方便主角日常的採買之外 要是主角真的出了什麼差錯 至少還能在第一時間過來找鏡子商量一下 遊戲的玩法跟狂想曲系列有點像 每一天會分成許多不同的時段 從早上到晚上 玩家可以採取許多不同的行動 像是跟女主角們聊天 提升好感度 去鏡子的雜貨店採購物資 最重要的當然就是打掃環境 維持整棟房子的整潔 要是整潔度太低的話 是會影響女主角的心情的 連帶造成玩家攻略上出現困難 另外一個重點是準備晚餐 三姐妹喜歡一起吃晚餐 其他什麼事情都可以晚一點再說 只有準備晚餐這件事情絕對不能忘 要是三姐妹發現 今天晚餐只能吃泡麵的話 除了會大大的降低好感度之外 主角自己也會累積壓力 壓力爆表的話也會出現一些問題 所以才說準備晚餐真的很重要 和女主角們的好感度達標之後 只要再滿足某些特定的條件 就能進入該女主角專屬的特殊事件 大家也不用擔心 不知道該如何觸發 遊戲內非常貼心的 把所有條件一一列舉出來 從時間地點到好感度等等 照著遊戲內的提示來就可以了 最早對玩家出手的是靈奶 他就好像是專會戰鬥而生 隨便給他一把武器 他會很樂意前往地獄打個七進七出 直到惡魔們投降 開始幫自己建造祭壇 刺青的時候還會指定要把靈奶吃在背上 但是不能把眼睛畫出來 不然壓不住 主角在某次準備洗澡的時候 靈奶不知道裡面有人 於是就撞見了毫無防備的主角 還有主角不斷被投訴的原因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為了不失禮 主角可是做了充足的準備 穿了兩件褲子 口袋裡面又塞滿各種東西 就為了讓他的中央山脈能稍微不那麼顯眼 事實證明這個做法是有效的 當時的靈奶覺得靜子的說法太誇張了 確實是有點大沒錯 但也沒有到超大吧 看到浴室裡主角的完全體之後 總算是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了 但這也開始讓靈奶起心動念 對主角冒出了源源不斷的興趣 直接在大家面前問 主角有沒有參加男女混合雙打的經驗 答案想必是沒有的 設施衛生的主角也不會在這個時候逞強 說自己其實超級強說什麼的 也就是說主角目前是一個未開封的狀態 聽到未開封三個字 靈奶急了 這個世界上靈奶只在意兩件事 除了晚上6點能不能準時下班之外 就是把未開封的東西打開 於是一場世紀極暗的藍圖 在靈奶的大腦內逐漸浮現 靈奶是什麼個性 另外兩位姐妹不會不知道 首先發現異狀的是哪 她警告靈奶不要衝動行事 要是手段太強硬的話 可能會被主角討厭的 訴諸武力之前是不是能寫張看 等談判破裂在全面開戰也不會太遲 但有著多年作案經驗的靈奶完全不以為然 更加嚴密的安保系統她都體驗過了 難道會怕你一個小小的 沒有抵抗能力的 需要自己置信給她的目標嗎 開談判呢 哼 真是笑話 來到行動日當晚 靈奶假意為主角準備飲料 在主角的飲料內加入了大量的安眠藥 基於良心和人道主義 哪依然大力譴責了靈奶的行為 但也僅止於口頭譴責 並沒有告訴主角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喝下飲料的主角很快就開始感到疲倦 回到自己的房間 打算蓋上溫暖的小貝貝 隔天繼續起來完成打掃的工作 就在主角半夢半醒間 似乎看到了一些難以置信的意象 靈奶以敏捷到十分詭異的動作 迅速攻下了主角刻意隱藏起來的小主角 安眠藥的效果還在持續 所以主角就算是想要出生制止靈奶 身體也根本不聽使喚 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眼前這位江湖大盜 完成自己生涯上又一樁奇案 隔天一早起來 主角和靈奶之間的氣氛很是乾淨 靈奶懷疑主角在當下是清醒的 弄出這麼大的動靜不管你是哪排的安眠藥 是史蒂諾斯還是謀進 說沒有感覺絕對是騙人的吧 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 避免事態往奇怪的方向發展 主角也只能裝作疑問三不知的樣子 這就是勞資不平等嗎 可能是出於對主角的愧疚 哪也跑來關心主角 雖然外表看起來比較冷淡一點 但哪對主角是真的蠻友善的 主角說自己真的沒有怎麼樣 這句話彷彿打開了哪個某個開關 恐怕這場的世紀結案很快就要出現模仿犯了 還記得靜子開在附近的雜貨店嗎 主角在事發之後馬上跑到靜子這邊 拜託幫幫我吧靜子A夢 我已經不乾淨了 雖然靜子有料想過事情一定不會順利 但是主角居然被靈奶搶先拿下 靜子也是徹底瘋狂 一來是擔心自己被追究責任 主角確實是被襲擊的還被下藥 怎麼說都是可憐的被害者 留下心理創傷都不奇怪 但這個事情要是傳到會長額裡 說不定會被會長牽怒 解雇事小 如果吃上其他官司 到時候就要跟主角一起當亡命鴛鴦了 再來就是靜子同樣喜歡主角 跟主角相處那麼久 今天突然有個先來的 競爭者親門踏戶 靜子在心中默默發動了甲級動員 強制徵招所有腦內小精靈入伍 準備為接下來的衛國戰爭做準備 跟主角大致討論完之後 靜子邊想著主角回到二樓 手就突然變成寄生獸一樣 有了自己的意識 變得不安分了起來 這一幕當然也被主角看到 雖然靜子的手沒有開始變形 靜子的其他地方也沒有變形 但還是把主角嚇得不輕 主角決定把這個畫面帶進墳墓裡面 那麼說到大傑鄉城的劇情 說到這個我就覺得很奇怪 在我準備要觸發劇情的時候 系統顯示鄉城的情緒突然掉到最低 我前面衝起來的好感度全都沒了 好感度掉完洗回來不就好了 我當初也是這麼想的 但因為鄉城的情緒就是不開心 怎麼對話都沒用 就好像人類的科技被三體人的智子鎖住了一樣 我始終就是打不出鄉城後續的劇情 這邊我想請問一下 我該不會是遇到BUG了吧 最後要提一下遊戲內的CG系統 全部都是動態呈現的會搖會晃 比6N2村的海盜船都誇張 還有全語音配音的頂級待遇 就是這麼一款超頂的遊戲 在韓國居然被挺瘦了 雖然官方沒有明確的說出原因 但有人推論是遊戲中有穿著學生制服的CG畫面 因為這個才被下架的 如果真的要說有哪裡不好的話 劇情之後會提到鄉城是有前男友的 關於這部分是稍微有小小的爭議 有些玩家希望女主角們跟主角一樣 全部都是一個未開封的狀態 遊戲的宣傳介面也沒有著名 所以才會讓部分玩家有被騙了的感覺 這樣講可能很不正確 但我覺得我也有重計的感覺 要是你也跟我一樣對這方面比較敏感的話 購入之前可能要先想一下 或是純看CG劇情全部跳過 當然你覺得無所謂的話 定價329卻能享受到如此豪華的體驗 絕對是一款不容錯過的遊戲 下期收看我是肥宅 下期見